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叫什么 就叫Netflix and chill 没有 台湾叫my video and chill 没错 yeah 我以为台湾是来回家看吗 对啊 还是会有Netflix and chill 我从来不Netflix chill 我都是my video and chill OK chill out 好 那你刚刚讲的约会 这个看电影 你觉得约出去看 还是约在家里看 就是 呃 看今天的目的是什么 诶 不都是看电影吗 你有什么目的 哈哈哈哈 你在家里面的时候 就可以大家比较放松一点的 这是真的 OK 我觉得在家里看的话 比较像是 OK 真的不是什么Netflix my video and chill 你比较放松的可以去 不一定要很专心的看电影 对对对 你会可以 你就可以这样 对对对 对对 用手看对 这样子一起看 而且还可以聊天 然后不会妨碍到电影院其他 对 更是在一点的环境 有可能就会放一个电影 但是就比我很专心去看 对 就是比较像是一种温馨的感觉 对 是蛮温馨的 氛围不一样 对 因为像我这个人 我有一点毛病啦 就是我在电影院 我必须认真看 哦对 你有讲过 我甚至会觉得 我好像不太能在电影院牵手 诶 诶 我也 我其实也 对 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 看电影 偷牵别人的手 I'm like don't touch me 对对 我在看电影 我基本上不会偷牵别人的手 你都是 直接牵 我在电影院的时候啦 电影院的时候啦 我基本上就是认真的在 Immersed 嗯 that's true that's good 这样对那个film才会respect 对对对对对 对film才会respect 对啊 我在家里看电影的时候 就不用respect了 我不会 不牵手 Respect 我不会 Respect我的partner 我要Respect我的partner 你要讲清楚这个是什么 对啊 没有没有没有 这感觉是连续动作 你要讲清楚 不然观众有可能误会 你这什么意思 摟着一起看 或者是亲着手一起看 哦 忍得住啊 我说有时候会想起来上厕所 这个话题越来越危险 好紧张 那 Hey guys Thanks for watching that clip 感谢你们收看这支影片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不要忘记订阅 And if you want to watch more You can click right over here 如果你想看看多 就按这里 点这边 Click Click 我说明镜 你会想起来的